疫情的肆虐让街道少了张灯解裁的热闹气息 而在吉兰丹 有些人正积极走访社区 了解受疫情影响的居民需求 打从2020年3月起 马来西亚政府针对国家疫情 落实了多项的行动管制令 其中校园关闭 堂食禁令等 首当其冲受影响的 电视小贩 校车司机等 社会的劳动阶层人士 吉兰丹吃鸡之工当不寝之师 举行了为期4天的COVID-19 疫情纾困援助发放 将无形的祝福化作有形的物资 一一交到受住居民的手上 这个是上人的祝福 这个是上人的祝福 里面有一句进食语 是我们师傅要跟他们说明 你看 把他放在一起 然后这里 借给多多人的祝福 好吧 感恩 因为上人的悲心启动了我们吉兰丹 纾困计划 当看到他们拿到这个红包的那种欢喜感恩 我们在旁的也受感动 这几支公门也趁着发放姻缘 呼吁受住居民响应祈祷 如宿 鸡头竹筒 善得带动 让疫情下的佳节 多了一份爱的温暖 大爱新闻 这三美之工 网刊委 徐宝平 曾玉石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